今天第一个精选港股是金沙1928 选选原因是1月14日下午 澳门政府公布修订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的草案 大众关注的赌牌数目和逐牌条件大致符合市场预期 消除了大多数投资者的主要忧虑 支持豪赌股的股价反弹 市场看法上大和较早前提出要all in豪赌板块 指澳门整体接种率已经达到7成6 配合内地旅行团签证有望重启 应用2022年豪赌业赌收和EBITDA会盈利重大复苏 金沙是大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首选股 最受惠逐牌成功和内地旅行团重启 导致股价反弹 评级买入目标价价30元 而高盛将金沙纳入确信买入名单 指出自去年9月展开博彩法修订后 金沙明显跑输这个银鱼 目前企业价值的倍数 即是企业价值除以EBITDA 以2023年预测估算是7.9倍 交银鱼的9.9倍有2成折让 但过去金沙保持比银鱼日价最多2成 高盛指金沙失赌牌的机会很微 因为他们的员工人数最多 也持有较多物业 澳门要将他们交接给新牌主有困难 金沙获高盛给予最新的目标价28元 较上星期收市价21.75元 有2成9的上升空间 策略上可以留意20元或以下买入 先看去年9月列口顶24.8 失手19元就要止蚀 第二种精选港股是行农地产101 预测股息率接近5厘的行农地产 会在这个星期四公布2021年的全年业绩 是南筹业绩期为南筹业绩展开这个序幕 行农地产的估值就走低 当中以资产角度出发的估值 例如是预测市涨率 以及股价教每股资产净值折扬 更加是颇低残的水平 撇开疫情稍后可能受控等利好因素 并且假设行农地产2022年 每股涨面值 维持跟2020年疫情状况一样的30.7 如果股价要回升至 至2005年有纪录以来 平均预测PB大约一倍水平 股价保守仍可见30.7 美股方面 投资理财周刊的专栏作者梁耀康 今天和大家跟进焦点美股Netflix的 贡价后策略 如果单看第四季的业绩 不会发现很大问题 收入是77.1亿美元 按年增长1.6 符合市场预期 每股盈利是1.33美元 较市场预期的0.83美元高 既然第四季业绩没有大问题 为何股价会大跌? 就是因为管理层的指引出事 公司预测2022年第一季的收入是79亿美元 较2021年只是增长10.3% 最令人失望的是付费用户 在今年第一季 预期会录得250万正增长 对比2021年第三和第四季 有明显的大幅下滑 在2021年第一季用户增长400万 Netflix出现很大的下跌裂口 现在来看持有的可以考虑先减持部分 未买的就要观望 等用户增长势头回涌才再想